那么说完HTTP这篇动用之后呢 在后面我们还要来复习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字符串 字符串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对吧 我们在这里呢 在后面的爬虫代码里面呢 我们会用Python3这种语言来实现 主要是Python3 不会有Python2 那么前面可能大家也会接触到的都是Python3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个问题 那么在工作之后 可能用的是Python2 有可能用了Python3 对不对 但在爬虫里面呢 大家是不用考虑这个事情的 因为在爬虫里面 后续我们要学的东西呢 在Python2Python3里面 使用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不会出现 我们在Python3下面用 Python2就不会用的那种情况 是不会出现的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来复习 字符串相关的知识呢 因为还是拿之前这个流论图来看 在这个流论图里面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和字符串打交道 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只有请求一个U2G的话 这个U2G肯定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我们拿到响应 这个响应呢是HTTP的字符串 对吧 我们把这个响应 提到数据呢 提到数据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 放到列表里面 放到字典里面 这个字典和列表里面 对应的真正数据呢 可能也是字符串 比如说这个新闻的标题 U2G内容 对不对 都是字符串 那跑到数据里面的时候呢 也是会有字符串打交道 那么 从响应中提到的U2G呢 也是字符串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流论图里面 我们几乎一直在不停地和 字符串打交道 特别是在提取数据这一块内容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还要再来回顾一下 字符串串的知识 那回顾什么呢 在Python3中 字符串 符串有这样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叫做S7R类型 另外一种类型叫做Byte类型 就在之前讲过对吧 那么Byte类型 是一种二进制的这样一种类型 为什么要在这里提Byte类型 这种二进制的类型呢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 我们爬出来就是放松我们的请求 获取对你的响应对不对 而响应在互联网上传承的时候呢 都是以二进制的方式传承的 所以说呢 现在刚好在Python3里面 我们有这样一种Byte类型 能够帮助我们接收 这个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 这种二进制的数据 得到就是一个 Byte类型的一个字符串 你解吗 那么除此之外呢 Byte类型可能肉眼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不是特别直观 特别对于中文的时候 我们想要把它转换成肉眼可见的 就是这种STR这种类型 那这种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在Python3里面 我们知道它 就是一种unicode的一种呈现 对不对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 unicode UTF-8 ASKMA 这些概念呢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清楚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有这样一个PPT 我们现在看一下 unicode UTF-8 以及ASKMA相关的内容 首先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关于字符这个概念 什么是字符 字符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ABCD 尼瓦塔 贝等福尔 这种都是字符 那么把这些字符锁到一起 就是一个字符级 比如说 最开始 鸡蛋机是美国人发明的 美国人 他们肯定有一套自己的字符级 对不对 比如说ABCD 还有这种 半角的这种符号 对点符号 对不对 那么后来呢 自然就传到中国了 中国人发现呢 之前使用ASKMA 那套字符 不能够覆盖 全部的中文 为什么呢 因为ASKMA 它是用一个字节 表示一个字符的 一个字节八位 就是二的八字方 表示ABCD 加上表点符号 确实可以 完全的表示下来 但是拿到中国的时候呢 就不行了 因为中国 常见的汉字呢 就有五六千个 对不对 加上少数民族语言 加上繁体字 那就非常非常多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字节 肯定表示不了了 所以中国人就发明了 GBO312 到后面GBK 就是GBO8030 这种编码方式 这种字符级 来覆盖中文 常见的中文 来让我们在电脑上 能够使用中文 打中文的汉字 那当我们的字符 就传到台湾的时候呢 台湾人民也发明了 自己的一套字符级 要避古 就是繁体中文字符级 那传到日本的时候呢 日本人肯定也发明了 自己的一套字符级 传到俄罗斯的时候呢 俄罗斯人也发明了一套 对不对 只要是非英语国家 他们肯定都有 自己的字符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数据呢 在不同国家之间 传递的时候呢 会带来非常大的 边解码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美国 英语和中国进行交流的时候 对吧 英语这个内容呢 从美国传到中国的时候呢 这个字符级不一样 可能边解码不一样 比如中国传到台湾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麻烦 那这个麻烦呢 能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unicode出现 unicode呢 他希望 实现的内容就是 把所有的字符呢 都用过 用两个字符来表示 用两个字符 就是二十六四方 几乎能够表示 完全整个 基础上 所有的这种字符 二十六四方 非常非常大 对不对 能够全部表示完 表示下来 但是呢 unicode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 没有推广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 阿斯格玛 这种字符呢 字符器呢 使用一个字符 表示一个字符 对不对 但现在unicode呢 使用两个字 也表示一个字符 那我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假设 我们有一块 五百基的硬盘 那之前我用 假设我全部 存储文本的话 我之前用 阿斯格玛 这种字符 这种字符 的话呢 我可以存储 五百个基的内容 但我使用unicode之后呢 能存储 二百五十个基的内容 对不对 才能缩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一个字 也可以表示一个呀 现在必须得两个字 也表示 对不对 因为五百基的硬盘 现在只能存二百五十个基的东西 所以很长时间里面呢 这个unicode没有推广下去 都是因为 个人认为 是这个原因 那这种情况 直到什么时候 出现才被解决呢 就utf-gum-8的出现 utf-gum-8呢 它是unicode的一种实现方式 就是相当于 它是unicode的一个升级版 或者说 你也有unicode的一个子级 它整体上来说呢 和unicode是一样的 除了哪里呢 除了这个编码方式 这里嘛 不一样之外 utf-gum-8呢 它是一种变成了编码方式 这个变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能用一个字符表示的 能用一个字节表示的 就一个字节表示 一个字节表示不了的 它就用两个字节表示 两个字节也表示不了的话呢 它就用三个字节去表示 KD界嘛 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 我们ABCD 它能用一个字节表示 它就用一个字节表示 那么 你以为它这种中文字符呢 一个字节表示不了 两个字节也表示不了 它就用三个字节去表示 所以我们看到 在utf-gum-8里面呢 中文字符呢 它是用三个字节表示的 所以在这里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首先 askma,gbk 然后unicode 这都是字符级 那么 askma是使用一个字节表示 一个字符 unicode 两个字节表示一个字符 那么utf-gum-8呢 是unicode 一种实现方式 是它一个子级 是它一个升级版 它是一种变成的变本方式 能有一个字节表示 用一个字节表示 一个字节表示不了 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表示不了 三个字节就表示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吧 这是关于前面所说 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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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askma 的一个普通知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关于 st2类型和bys内型 如何相互转换 那么 st2类型和bys内型 如何相互转换 这个问题呢 大家之前应该也 学过 对不对 但估计大家也忘了 对吧 忘了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 我们定一个a 等于什么呢 传值播客 我们type一下a 可能就是st2类型的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时候呢 a它具有一个方法 能把它转换成一个bys内型 什么方法呀 大家 可能不记得 它到底是dcode的 还是incode的 对不对 但 没有关系 因为它不是dcode的 就是incode的 就这两个方法 对吧 就大家试一试 就试出来了 那么 incode是编码 可以把一个 st2类型的编码 成一个bys内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b来接受一下它 我们type一下b 它就这样一个bys内型 对不对 拿了一个bys内型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b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样一堆内容 对不对 这样一堆内容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后面好像不认识 对不对 不认识没有关系 我们也不用认识它 我们只用注意 前面这个地方 它是以b开头的 看见了吗 以b开头的这种 用引号引起来的 这种东西呢 就是bys内型的字符串 首先它是个字符串 用引号引起来的 对不对 其次呢 它是bys内型 用b开头 对吧 这种就是bys内型字符串 那么bys内型这样一个字符串 怎么转化成 常见的 常见的 st2类型呢 就是deco这种方法 对不对 deco的解码 把解码成一个 st2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往往可以传解码方式 比如说UTF-8 或者UTF-8 都是可以的 这都是一样的 或者大写的也是一样的 怎么写都是一样的 它都用识别出来 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再写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这样写 或者这样写 或者这样写 或者写下滑线 都是可以的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gbk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字符串 是通过gbk的方式 进行编码的话呢 那么我们解码的时候呢 就需要使用gbk的方式 进行解码 那当前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incre这里呢 我们默认没有写 默认情况下呢 它就是UTF-8的方式 进行编码的 所以在这里解码的话呢 我们也必须使用 UTF-8的方式进行解码 对不对 否则的话呢 就会出现报错 那或者说呢 出现暖码 这里呢 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们在这里写了 编码方式和解码方式 必须是一致的 否则就出现暖码 那比如说后续呢 我们在paroon代码里面 我们发现 请求到的 itm的页面里面 有暖码 那就是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解码方式 没有给到位 对不对 别人编码是用 UTF-8的编码了 我们解码非要用gbk解码 可能解码不了的 对不对 别人编码是用gbk 我们编码 比如编码是用gbk 我们解码也是一样的 必须要用gbk 不能用UTF-8 否则的话 就会出现暖码 暖码还好 有很多时候呢 还出现跟这里一样 这种报错 这是关于 关于前面 python3里面 byte内型和str内型的 一个复习 这个内容呢 也非常简单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个方法呢 大家不需要记得它 后续呢 我们会有 大量的把byte内型 转换成str内型的 这种代码要写 写多了之后呢 大家自然就记住了 在这里呢 我们在朋友里面 也不需要大家去 强行的记什么东西 但是大家更重要的是 就要去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 先写这一步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好 那么大家记得 下个休息十分钟